第二是校养父母是为人子女应尽的本分 如果父母公婆反对佛法 且对儿生的教育观念不正确 为下一代的正确教育 儿女是否尽量选择与父母分柱比较好 分柱不一定好 但是父母所不能够理解的 你要常常开导讲给他听 这个叫归劝 这个你诚心诚意去做的时候 分析得很清楚 他就会明了